接下来是一场明星级的昆仑爵超级战 男子72公斤级的泰拳大战 这场比赛开始之前 让我们通过一段VCR 昆仑爵超级战 男子72公斤级泰拳大战 昆仑爵超级战 有请篮方选手泰拳的冥王沙玉 狼烟的布鲁克罗尔赛尔克帕铺沐 杀鱼狼绰号狼王来自泰国 32岁219胜 42负36次KO对手 身高1米72 这是一场72公斤级泰拳规则的比赛 他是现役伦皮尼147磅的冠军 现役全态147磅的总冠军 WMAC世界王者 PiFi72.5公斤级的冠军 有请红防选手来自白俄罗斯 Dimitria Filippa in the record 现在出场的是来自白俄罗斯的年轻小将 Dimitri Filippa 年龄只有19岁 体重72公斤 身高1米82 战绩是33胜 4负5KO 我们欢迎年轻的小将 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 鲨鱼狼32岁 白俄罗斯的Dimitri 19岁 身高上Dimitri有优势 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 泰拳的一代传奇拳王 15岁 初出江湖就横扫泰国拳坛 但是随即因为拳场的事件 被逐出了拳坛 沦落到在街边卖水果为生 但是这不是拳王的命运 浪子回头重出江湖 鲨鱼狼横扫皇家轮拼 147磅 获得总冠军 加南龙全场154磅 全球第一 WMC 世界级的王者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A legendary hero Royal Lampini of the Kingdom of Thai Chapion 147 pounds E need 红颚逊手 Cleveland 白格拉斯的新秀 今年十九岁 职业战绩 三十三胜刺负 五次KO对手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tanding 182cm tall age only 19 His professional record 33 wins 4 losses and 5 times won by the way of knockout 战绩 五次KO对手 Dmitrya Filipe 有请场上裁判来自伊朗的Sassam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the referent judge Sassam from Iran 观众朋友您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由坤上传媒 全力打造的坤勒军 世界极限格斗冠军大赛 我是今天的解说张泰海 大家好 我是昆仑爵亚伟 这是一场泰拳规则 纯泰拳规则的超级战 72公斤级 这个蓝方身手鲨鱼狼 是泰国著名的狼王 32岁 几乎拿过泰国各种 所有的冠军 大满贯的泰拳冠军了 而且他的他自己的本身 这个经历也很传奇 中间就是带他练拳的中间 也消失过一段时间 是 我们看蓝方身手鲨鱼狼 反架 对手是白鹅的19岁小将 这个纯泰的规则当中 对于缠暴 跟自由搏击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在近距离缠暴的时候 内围战的时候 我们能看到鲨鱼狼 会跟他打自由搏击不一样 因为鲨鱼狼之前也参加过 昆仑爵70公斤进诸神之战的比赛 但是打自由搏击规则是输掉了 是的 打纯泰呢就完全两回事了 这次看一看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是 因为上次他输给了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将 也是19岁 坎特斯 对 但是那个小将已经顺利的晋级诸神之战了 所以鲨鱼狼这次要在昆仑爵的擂台上 要找回一些面子 对 这个我们叫Furus Muay Thai 就是泰拳全腿肘膝全部都可以用 对 但是近两年鲨鱼狼打的这种麻绳比赛 比较多一些在泰国的一些比赛里面 就是所谓的这个纯泰 我们经常会看到在国外的泰拳比赛 尤其是欧洲 对 会标明泰拳规则的比赛有纯泰和泰拳 如果不标明纯泰呢 就是泰拳是打全腿膝 其实接近现在的我们所谓的自由搏击 对 它有内围的膝法缠暴 对 但是不能有肘 对 去掉了肘法 而我们今天这个比赛呢是纯泰规则 可以内围有缠暴还有肘 是的 我们昆仁爵的擂台上呢 任何的规则 我们都在尝试的 让各种各种技法的选手来参加 对 所以我们看这种纯泰的 我们也配合着我们泰拳的音乐 这样他们有这种节奏点 是 而且我们要注意 这个纯泰规则的时候 节奏就没那么快了 但是单击的力道就更重了 你看 是的 华英未落这个 两个扫踢非常的重啊 泰拳的扫踢就是在持续给你伤害 是 又是高扫 我不知道迪米特里这个右手臂 到底能扛多次啊 对 这个中高段这个扫踢啊 在泰国很多选手来说 就是往你手臂上磕 对啊 你总有疼的那一次 这一次的状态 看着鲨鱼狼跟上次昆仁杰42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对 这个19岁的小将也不错 但是要多一些反击给他 对 其实在这个迪米特里 这个身高必长占有很大的优势 为什么不主动一点把距离控制在自己的范围内呢 一直在等 如果他要等鲨鱼狼这种很重的扫腿的话 那他会受到很重的伤害 是 而且直线腿滑的使用并不多 把对方这种踢开的动作不多 是的 直线拳也并不多 其实我们说到纯胎拳的规则 其实大家从心里面更期待这种轴法的互相较量 对 这是很大的一个期待 是 我们看这时候其实迪米特里还打了几个低扫 也很准 是的 应该说按照他这个身体条件 对于直线技术应用应该更多一些 对 直线的 你看果然 直线的腿法 直线拳法 包括直线的肘法 他应该都有优势 是 但是面对像鲨鱼狼这样的老将 而且打泰拳打一辈子了 对 我估计他是不敢贸然地进去 是 好 我们看那个扫腿非常的重 他是用小腿进骨一直在踢啊 这个泰拳的比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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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观众看的其实没有那么多 是的 呃 因为这种节奏啊 老实说 呃 我们更多的看的是受K1影响的 这种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 节奏 节奏会对抗能力 节奏更快 对 虽然有很多的泰国选手来参加 但是呢 因为这个规则的限制呢 导致着节奏是更快 所以现在纯泰这种比赛也很好看 是的 因为这个在泰国本土啊 他们几大拳场里边的 哦 本土的几大拳场里边的这种 正规的本土的泰拳赛 对 跟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还要不一样 对 第二局双方明显加 鲨鱼浪加快节奏了 对 因为在本土的这个拳馆里头啊 这种 每扫一脚 打中对手之后 观众这个呼唤声 找发 对 西发 内围 19岁的小将还是不错的 这个内围战的能力很强啊 真的漂亮这个内围战 双方一直在互换 对对 互相这个把位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互相控制和反控制非常好 有一个不注意轴法就进来了 对 哎好一个轴法 明显的砸中了 对 你看他刚刚全打空之后 把手直接露出 好像是砸开了 好像已经已经 好像已经流血了 对 因为肘劲啊打到面门之后啊 很容易打到流血 看到了鲨鱼狼 脸上已经有血出来了 刚才明显的一个砸肘啊 对 对 肘过如刀啊 对确实是 对 因为头部的很多位置 他没有 并没有肌肉 直接就是皮肤接骨骼 刚才这个19岁小将看的 真的是很蠢啊 对 在内围较量的时候 就简单的一个动作 如果你把位拿不到的话 是很危险的 对 我们看他这个一拳打空之后 直接变孤颈 孤颈的时候 后手的肘法直接就进去了 对 非常精准 有时候是很很小的一个动作 一个调肘 或者一个砸肘 很快的很快的 我们看看鲨鱼狼身上已经有 鲜血一直在流 还好没有影响到他比赛 对 鲨鱼狼这时候还是这个扫踢 对方一个扫踢 他会两到三个扫踢 泰国选手对于这种鲜血啊 是有这种天生的这种野性的嗅觉啊 他们是越见到血液越兴奋 是 对 迪米特里不要再 再退太多 我觉得他要把控住这个机会 对 因为一个选手头部受伤啊 两人缠抱 对 你看啊 这时候要看两人的把位的控制 和怎么出手啊 你看 要控制住还有吸法的进攻同时 对 因为在泰传当中一些技术和踢传不一样 就是包括手啊 对对方面门和下巴的推压 都是允许的 对 对 我们看鲨鱼狼也是想进去啊 对 因为他现在整个的面部都是血 我估计对他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刺激 嗯 找法 一个拐轴进去 1 2 2 3 5 因为在我们昆仑觉得 纯泰拳规则里面是不允许 如果你没有有效的进攻 缠抱也是会很快的分开 是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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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功力还是非常强劲 是的 很重 你看 两人互换了一个扫踢 明显觉得 杀鱼狼这个质量很高啊 对啊 力量角度 对 我现在期待看一下我们的慢动作那一轴 迪米特里那一轴 可能就是迪米特里在身高上是有优势 对 他拿到好的把位的时候他是从上往下看的 是 对 你看 就这一轴 一拳打空之后 直接孤颈 一轴 对 这一下看得非常准 非常的准 就这一轴导致了杀鱼狼的头部 你看杀鱼狼也是做同样的动作 也是一拳过去做孤颈 对 但是这个呢 这孤颈动作就没有对方做的准确 是的 因为迪米特里在身高上 刚才那一下看得特别准 对 杀鱼狼如果想用轴法来进行还击的话 估计从下一局他只能从中线走的话 会更好一些 而且呢角度啊 更多的杀鱼狼是由下往上走 是的 对方呢是由上往下走 因为两个是身高毕竟不太一样 我们看一下杀鱼狼的伤势 正好伤在头顶上方 好 我们来进入最后一局第三局的比赛 看看年轻的小将迪米特里能不能爆冷 把我们的泰拳老将秒杀掉啊 我们从我们的这个转播屏幕里看到啊 杀鱼狼的眼神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是高扫啊 这个扫听很很重 右拳接左膝 然后又是左腿 连续左腿 控制住 内围 内围 内围战 走 我们看看这个十九岁的迪米特里 在身高毕章上 所以他内围上一点不吃亏 是的 通过第二局那一轴 现在鲨鱼狼在内围的时候 也不敢轻易的做太多的动作 千周百天 右扫嘴中接左平勾 右手的平勾 右手的平勾 实际地击住下巴 对 右手平勾 这是老姜的经验啊 是 两个角度 这边一腿 那边一脚 对 不是让你没有地方 让你左右难以兼顾 我们看看十九岁的迪米特里 这个扫踢 明显地觉得这个 他的手臂已经疼了 你看我们在现场就能听到这种声音啊 打在身上 就跟这个打轮胎的这种感觉 迪米特里还是应该用腿控制 直线腿啊 不要让他进来 如果进到中进距离 他这种腿法 对 右手的肌腹也是很重啊 明显看到肌肉这种线条在抖动 继续拳法 然后近身 你看现在明显的沙鱼王在近身的时候 不再去做很多的这种近身的把位的转换了 因为对手身高确实是在他上方 所以在做这种轴法什么可能相对更容易一些 对 其实他拿 刚刚是拿了一个双叶下的动作 对 这个双叶下就完全能够把对方给估死了 对 如果摔跤比赛的话 这个把位是很有优势的 或者MMA比赛 沙鱼王这时候很松弛 因为他知道自己这回合已经是他的了 有一次很明显的击倒 有一次独秒 因为我们在每一次独秒的时候 裁判会给被独秒的这个选手扣掉两分 是 每个选手70分 每局的70分都是10分 对 只要产生一个独秒就会扣掉两分 也就是说这回合没有意外的话 对 沙鱼狼已经是拿下了10分 而他的对手呢是8分 对 我们也听到了现场观众 根据刚才沙鱼狼这一腿啊 都发生了很惊叹的声音 对 很重啊 我们看到迪密特里的右手臂已经红肿了 好 还有最后的20秒钟 这迪密特里自己这个手放还是什么意思呢 对 飞锡 飞锡 在拿把位 还有肘吗 继续啊 还是有肘的 好 比赛结束 刚刚这个距离不合适 因为没有把位的控制 对 仅仅是一个双方比较接近这个 各自的没有孤颈或者没有把位控制 这种肘啊 本身距离就比较短 是的 还是很难一下打中对手的 对 因为通过第二局 鲨鱼狼头部挨了这一肘以后 第三局明显的在近身的时候 不再去再做更多的这种转换了 嗯 哦 你看这个扫踢 腰马合一啊 这一脚打出来 特别的重 沙梁的勾拳也很重啊 勾到徒步 我们看到就这一拳 右手的拳 明显的激动下 左手的一个扫踢打中段 对 然后右手平勾打下巴 接着让你防不胜防 对 相对于19岁 这个年轻的小胤来说 表现得已经很不错了 是 哦 你看 就这一拳 非常实在啊 对 本场比赛结果如下 一号裁判27比29 二号裁判28比29 三号裁判27比29 比赛结果 而你的赛结果 是 藍方胜 有请颁奖嘉宾 混乱队大赛的创始人 江华先生 功夫巨星 余荣光先生 为胜者颁奖 这时候镜头应该过来啊 兄弟 应该有个特写镜头 看到我们狼王 鲨鱼狼的头上鲜血 你看通过屏幕看到 这是一位老将 也是一位英雄 掌声